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竹子啊 就是把这个竹竿画成紫色的啊 竹叶还是以墨为竹 因为这个中国画呀 缺墨是不行的啊 可以丰富一下它的色彩 但是这个竹叶还是以墨为竹 竹竿咱们准备用紫色的画 用到的笔还是大兰竹啊 大兰竹笔就行了 先调这个紫色吧 把竹竿画一下啊 把竹竿画一下 这个紫色呢 咱们准备用花青 加一点鼠红啊 先挤这个花青色 然后这里面加些鼠红就行了啊 先挤上花青色 再挤 鼠红呢 鼠红呢 少一点 出来这个紫色呢 偏蓝啊 然后把它们调在一起 拿一个啊 牙签 或者是钉子啊 把它们调一下 还可以加些三青进去啊 让这个颜色更丰富一点 呃 这个国画呢 不能用哪个特别纯的颜色啊 反而不好看呢 它就来一些这个 这个 这样出来的颜色 要更柔和 然后 把这颜色充 充份的啊 调好来一起 好 大蓝炉 调这个紫色 画的时候稍微刮一下 笔尖上深的紫 笔度上是稍微浅一点 先画竹竿 这样调一下 再接着画 切一下笔 再调 再切下去 再调 再切下去 一下画上去 竹竭 可以不用这个紫色勾 咱们用墨来勾它 用墨来勾它显得更加的 沉稳一点 再画一根 稍微细一点 这个竹竹竹竹 这是两根竹竹竹 再画一些细的竹竹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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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的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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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先把这个猪尖给点了 然后画上竹枝 像些草树那样画 这个地方 这个树枝上面也出几个树枝 也可以从这再连出一点树枝 好,这些树枝基本上就这样画 然后 可以添上竹叶和竹笋 咱们准备画一个竹笋 最后再画竹叶 这个竹笋呢 咱们也用这个 蛋的这个末就可以了 调蛋末 竹笋 竹笋这个尖 这个稍微适应 里面 也可以点上斑 也可以勾出来这个 这个叶麦 都可以 好 好,这是竹笋 然后呢 开始画上竹叶就行了 画上竹叶 再添一些竹枝 好 竹叶还是用重的末来画 好,这个竹叶咱们都用深的末 后来画,先调蛋末 笔尖上加浓末 基本上出来都是重的颜色啊 先画一组 再接着画 好 这个竹枝啊 不一定都画竹叶 也可以让它 空起来 这张画留个大空白 这个位置 这上面也画几个主意吧 啊,画上脚的主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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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都画上了 都是大主意 上面这个水分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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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竹叶 小竹叶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可以,可以画些 乳液啊,吹下来呢 淡一点 好,基本上呢 这个地方 这样就画完了啊 这个竹子,这个啊 这个竹结处可以发一些这个 嫩芽 咱们用蛋末把它划一下 这样画 这样画也非常好看 这里面 这个竹子上面 当然了 也可以画 这个稍微拿一点 这个红红的颜色 淡的胭脂色 或者是淡薯红 把它染一下就行了 咱们用淡的胭脂色 把它染一下 好 这个胭脂色 染在这个嫩牙的尖上 笔上稍微弄打湿 笔尖上 沾上少许的胭脂 沾上少许的胭脂 刮一刮 别太深了 让它有个红的 这样一扫出来 下面是浅的 上面 一个胭脂的 深的颜色在上 这样的竹子也非常 带颜色的也非常好看 希望平常大家也可以 这个字写在这个位置 也是不能写太多字 提个穷款就行了 这儿 这儿 印章 盖在这个位置 加盖印章 下面要垫上纸片 不能直接在毛毡上 垫上一个纸片 这个印章离这个字 有半个字的距离 不要盖 一只手扶着 这只手持劲 按 好 这张画就画完了 整张画是以紫色和墨 过程 颜色非常协调 再检查一下 觉得这个地方 可以加盖一个 这个银手章 也是可以的 那咱们就在这儿 盖上一个银手章 垫上这个硬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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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成了 整体效果 就是这样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 下次再见